你提到的报道再次表明 立陶宛挑衅行情的背后 有人在撑腰打气 操盘指使早有预谋 国际社会看得清清楚楚 我想强调的是 立陶宛不惜以损害中国主权为投名状 换取贷款 这种交易不道德而且危险 立陶宛背信弃义 不顾中方严正交涉 不顾国际公理和正义 为大国火中取利 终将为此付出代价 美国为实现自身政治目的 不惜威逼利诱他国充当炮灰 这绝不是负责任的国家所为 最终只会害人害己 various projects 未经许不可 这次投赏 剧场rene 即将给你们学史 � ed foram 剧场中� 物一些 法科学 经许不得 你 对